大家好 上个周末终于抽出了时间 带甜甜去医院做了一次全身的体检 几天 我们去体检了 这我给他提取的尿的 他现在好困啊 起不来营业了 那这次我们体检的结果呢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那狗狗跟我们人一样 每一年都最好去做一次体检 特别是像狗狗这种不会说话的 有些什么小毛小病的话呢 早发现早治疗 等你真的感知到 他可能有什么不适 在带去医院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晚了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就好一年给狗狗做一次体检 等狗狗到了这个中老年之后啊 这个频率还会再增加 还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细滑体检 那关于体检的项目的话呢 其实医院也是很多的 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一项都需要去做 我们可以做一些必要性的基础性的体检 然后再根据这个体检的初步结果 以及医生的一些诊断的建议 来做一些更细化的单项体检 那今天这视频呢 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狗狗 每一年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必要的体检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等等的 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公立的宠物医院 我们一般都在这儿肯定 先称个体重 39 哈喽死胖子 那分享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狗狗体检前的先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医生建议的早上最好 不吃东西空腹区 第二个呢 就是体检前的最好先把枣洗好 又要涉及到抽血之类的 所以就最好体检完的一个星期内不洗澡 第三个呢就是有些狗狗可能去医院会感到害怕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咬人的这种应急反应之类的呢 就最好戴上嘴套 主人呢也可以带一些玩具或者零食 去排检他们的这个压力 不过甜甜每次去体检就真的是模范生 就整个医院医生都会夸他 因为真的超级怪就任人宰割的羔羊 首先第一项呢就是常规检查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个检查了 检查项目呢就是狗狗的五官 比如说耳鼻喉还有像口腔内部背毛皮肤的健康状况 另外还有像心率血压呼吸体温体重等等的 各方面的这种体征情况 那狗狗的这个基本检查呢跟人小类似啊 就是这种基本的望闻问切 那医生会根据狗狗的这个体貌特征 以及向主人做一些日常的这个状态询问 来观察跟判断它们是否有异常 像甜甜做这个肠胃检查的话呢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就除了这个耳道里的这个分泌物会比较多 这个一点都不疼 就是看一下耳朵 但是呢也不是耳朵 所以就注意一下日常的这个清洁就可以了 下面一下呢就是这个血液检查了 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了 是必须要做的 它可以检查出狗狗的血液里各种细胞质是否正常 以及是否存在身体上各种功能的异常 那主要呢是分为血肠规检查和血生化检查 那血肠规检查呢可以检查出这个血液中的各种细胞质是否正常 用以判断狗狗是否存在贫血 细菌病菌感染 寄生虫感染等等各种情况 那血生化检查呢就是用以判断狗狗的各种内脏器官 比如说肝肾移腺 是否存在功能上的异常 所以这个血肠规跟血生化呢都是一定要做的 那做这个血液检查呢 狗狗需要参与的就是抽一次血就可以了 像前天每次抽血都很乖 虽然害怕但是也不敢动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省心 那做完血液检查之后呢 医院会给你生成这样一份报告 可以很细的看到各项细胞质的情况 那LT和减性磷酸酶就是一个肝指标 因为它这个总体四个口味都是正常的 那像甜甜的话呢 各项指标都在这个正常的范围 除了有两项是低于正常指标的 这个医生也给我画出来了 不过呢他说这两项指标比较低呢 可能是因为最近有一些过敏源的原因 所以呢问题不大不用太担心 下面这个检查呢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做的 就前两年都没有做过的 就是SDMA早期肾衰指标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狗狗很多在中老年以后就会出现肾衰竭的问题 所以这项检查呢可以早发现早预防 SDMA肌肝尿素单和肌肝尿素单指标是一个肾指标 它都是正常的 如果它这个SDMA的参考值在正常的范围呢 就代表狗狗的这个肾功能量好 所以如果你去的宠物医院有这项检查的话呢 也建议你尽量做一下 那甜甜的这个SDMA的指标呢 也是在平常范围的 下面一个呢就是泌尿检查 这个是用来判断狗狗的泌尿系统 是不是有感染结石 那这个检查呢就需要取狗狗的部分尿液 不用很多啊 就医生跟我说一毫升就可以了 这我给他提取的尿 等一下去做尿检的 而且最好是取早晨新鲜的尿液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就是 早上去遛狗的时候顺便去宠物医院做检查 那甜甜这个尿液检查的结果呢也是OK的 下面一个检查呢就是DR拍片 这个也是我这次重点检查的一个项目 它就有点类似像我们平时做的X光一样的 通过影像学来检查狗狗的内脏和骨骼的情况 这项检查呢我是推荐大型犬是一定要做的 特别是像金毛这类的犬种啊 是容易有骨骼病跟髋关节的问题的 所以我这次就非常重点的去检查了这块 那因为这项检查呢狗狗是无法独立完成的 需要主人穿着防射服 到这个检验室里面去跟狗狗一起完成 主要是要扶住它让它不要乱动 这样医生才好拍片 那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半年内有备孕计划的朋友呢 不要进去做这项检查了 可以让家人或朋友待会半年 拍片的时候呢一般侧位 正位 然后还有四脚朝天的这个位置呢 都是需要拍的 那像田田这种体积比较大的 就是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拍三段 拍出来的片子呢 不仅能很清楚的看到它的骨骼 关节的各项情况 也能看到它的内脏是不是有异常 那这项的检查呢 总体上我们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呢还是髋关节会有磨损 这一项呢就是我觉得很多筋毛都会有的情况 其实狗狗的这个关节的这个磨损跟退化 随着它年龄的增长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根本上的治疗 只能是说尽量的去缓解 缓解的方式呢主要是在日常中去进行 比如说减少后腿站立弹跳 避免过度剧烈的运动 减少在滑的地板或者是硬的地面进行跑跳 比如说外面的水泥地 还有我们家里的这种木地板比较滑的这种地方 都尽量减少这个过度的跑跳 然后呢尽量减少上下楼 一定要控制体重 体重越大对它们的关节的压迫就更大 所以控制体重真的是狗狗一生的长期的一个课题 那以上呢就是田田这次所做的所有的这个体检的项目了 总的花费呢是1100元 我也把每一项这个细项的花费呢打出来了给大家参考 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呢 比如说超身检查 就是我们说这个B超 主要检查你的心脏肝肾膨胀 这项检查呢 这项就稍微高一点 就需要狗狗把这个腹部的毛都剃掉 不过呢基于我前面做的这些检查的指标都正常 所以医生呢是建议这项就可以不做了 所以具体你家可可需要做这样的检查呢 还要根据医生的建议来定 所以在这里啊 靠谱的宠物医院跟宠物医生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里就要说到这个宠物医院的选择了 我建议呢大家尽量选择就是经常去的 放心的靠谱的宠物医院 像我们去体检的是家医院呢 就是田田从小去的一家公立医院 收费很透明很公正 所以就很放心 或者是请身边养宠物的朋友 给你推荐一些靠谱的医院也可以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一家新的宠物医院 你一定一定要打开大众点评 看一下他们的评价 就我看过很多医院的这个大众点评上的评价 就真的有被惊吓到你知道吗 就很多操作就让你觉得目瞪口袋 所以就一定要看清楚 做好功课再去 好了那今天分享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其实狗狗除了这个日常的这个健康的养护之外呢 最最重要的是有我们主人的长期的陪伴跟关爱 希望所有的宠物在他们有限的生命里 都能健康快乐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吧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